戒備 商場下午有人在商鋪外面逗留 高叫爭取五大訴求等的口號 又拿着旗次在各個樓層遊走 美心集團旗下各家食肆等的店鋪落陣 人群之後圍著中庭繼續叫口號 質疑警方執法的時候濫用武力 期間火警鐘一度響起 商場廣播說是不明白 未知到起因 消防到場檢查 警察就在商場外面自查多人 到了矮板近五點半 有人佔用美心旗下一間餐廳的座位 又在匯豐銀行櫃圓機貼上宣傳貼紙 有便衣警察入到商場 差不多時間見到中庭地上面有兩柱黑色烏漬 之後有人扯掉聖誕花由高層扔下來 防部警察旗口針盤在商場各層自查多人 有商場職員為風中亭清理 而在尖沙咀海港城有警察在商場內報房 搜查多人的隨身物品 多間商店暫時關門 銅鑼灣崇光百貨內也同樣有人抗議 又在一間餐廳招牌貼上抗議貼紙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道